大家好! 我們今天介紹馬拉松最重要的練習 是什麼? 市長 你跑5K後 跑快快快 那 跑完後 你不會再跑吧? 就跑不動了啊 會 你知道為什麼? 就很累很累 為什麼? 你的題目是乳酸 乳酸 對 你跑快的話 你的腳有很多乳酸 乳酸堆積 對 對 所以很多乳酸的話 你的跑步功能很低 你不會跑很快 就跑不動了 對 如果說你的乳酸堆積太多的話 你的肌肉根本就沒有辦法再承受 所以你根本也跑不動了 對 跑馬拉松去哪 很強的運動吧 三小時四小時 所以說我們 因為馬拉松要跑的距離時間也很長 所以重點就是要讓你的乳酸 不要堆積在你的肌肉上 對 所以說在運動方面的話 有兩種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有氧運動 一種叫做無氧運動 如果說你是 跑5K的話 衝5K的話通常這算是無氧運動 所以你會很容易去累積你的乳酸 所以想當然你的5K跑完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再承 所以說 因為馬拉松的時間跟距離 相對都是長很多 所以你應該要做的是有氧運動 要使用氧氣 這樣子才不會去累積到 就是乳酸發脂 最重要的是 乳酸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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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你跑過這段 乳酸發脂 乳酸發脂 可以快速 乳酸發脂 乳酸發脂 它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訓練你的肌肉的時候 你的乳酸因子 它會累積在你血液裡面的限度 那所以 當你在跑的時候 你要是超過你的乳酸發脂的時候 你的乳酸就會開始退肌 所以 馬拉松的話 一定要 你的肌肉是 BELOW乳酸發脂 所以你在跑馬拉松的時候 因為它是個非常長時間的運動 你不要累積乳酸 所以你一定要跑在你的乳酸發脂之下 當你在跑5K的時候 因為你是近乳地去衝 所以這算是一種無洋的運動 那 相當然你的乳酸就會一直在 迅速的累積在你的腿上面 所以當你跑完5K之後 一停下來 你馬拉松就覺得 你沒有辦法太動了 你的乳酸發脂 會 決定你的跑馬拉松的時間 你的乳酸發脂如果高的話 相對的 你的馬拉松的速度就會不太好 因為你可以很順利的跑完 然後很快 乳酸發脂相對的 對5K來說 並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 5K的話 你就是衝速度 So to run marathon faster you train this lactate threshold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 你跑馬拉松的話 乳酸發脂對你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Lactate threshold 會決定你的馬拉松 你的乳酸發脂 將會決定你能夠在多少時間之內 跑完你的馬拉松 對 對 so then how do we train this lactate threshold 那我們該怎麼樣來訓練我們的乳酸發脂呢 the way to train this lactate threshold is to run at lactate threshold 你要訓練的話當然就是跑出你的乳酸發脂 one exercise I introduce today is temporal round 我們今天要來示範的訓練叫做 配速跑 temporal round yes 大概30分鐘到40分鐘 你跑 at lactate threshold 所以你要持續30到40分鐘 跑你的乳酸發脂的速度 對 你的Lactate threshold的配速是大概你的半馬的配速 所以乳酸發脂的配速大概就是你的半馬的配速 對 你的最快的半馬是多久呢 144 144的話大概 配速是5分4吧 所以400公尺的話 大概2分鐘 ok 所以那今天你要劈兩分鐘或40分鐘 兩分鐘或40分鐘 對 對 這是Lactate threshold 那 這邊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不要太快 那 有男生那個 喔 我要練習 我要練習 然後呢 跑40分鐘 沒有那麼那麼多吧 所以那個後面 有可能那個男生 架式架式 我快 我快 那個好像比賽的樣子 這樣不對 好 今天呢 你太跑快的話 怎麼發現 乳酸堆積啊 對啊 乳酸堆積 所以 那 你沒有訓練 乳酸的 Lactate threshold you are training your speed ok 所以你根本不是在訓練你的乳酸發脂 如果你跑快的話 你是在 只是在什麼跑力速度而已 那這樣你根本就沒有訓練到 對 對 所以很重要你要 keep the pace Lactate threshold 的 pace 那當然啦 你跑太慢 跑太慢的話就是很困對不對 對 就是一樣沒有訓練到 嗯 但是呢這個太快的部分 大家很不會 有人覺得跑比較快 比較好的訓練 沒有 ok 所以其實這是一種名字 你在訓練的時候 不一定要跑快 跑快的話 你只是繼續乳酸 呃 累積你的乳酸 所以那根本是無效的訓練 好 那 今天 我們是 那 我的胖呢 我的胖嗎 最快的胖嗎 是121吧 嗯 所以 大概 我的胖是 355 這樣的胖 ok 好 但是今天是 你的胖 對嗎 每一集的 好嗎 準備好了嗎 好 很熱耶 不要太快喔 好 但是呢台灣的話呢 夏天很熱吧 所以呢 不用用那個 最快的胖嗎的胖子 對 你的呢 你的呢 那 夏天的胖嗎 是大概多久 兩個小時半 真的嗎 偏冷啊 所以 喔 兩小時 兩小時的話 大概四百公尺的話 二一五左右 所以 二一五左右 所以 二一五的胖子 準備好了嗎 好 OK 要是 3 2 1 開始 3 4 4 5 5 1 2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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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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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